大一到现在 认识她两年了 她有一双会笑的眼睛 笑起来简直会发亮 总是能带我逃出心里面灰暗的世界 不过 我知道她有一个异地的女朋友 我习惯的将对她的关心 续度的简单 我不想让她察觉出我的心思 她对我也有关心 但我也不敢多想 因为她好像对所有的朋友都很好 后来有一次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问起了她的感情 我假装的好像随便一问一样 她跟我说 她分手了 因为太疲惫 哇 终于分手了 我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摆在她的身边 于是 我鼓起了勇气 在微信上问她 哎 我 我喜欢你 那 你喜不喜欢我 可是 她回到 我不喜欢你 就这么一句话 我就觉得 天昏地暗 原来 不管你等多久 不管做什么 都没有用呢 我要说什么呢 假装我在开玩笑吗 打开微信一看 竟然是一条 没有讲完的微信 她说 我不喜欢你 会喜欢谁 这是一首 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 我想我很快乐 当有你的温热 脚边的空间 其实 我分手已经半年了 知道她喜欢我之后 每次路过她的教室 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帅 这是一首 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爱歌 她的心思 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 我早就想和你比赖了 卸下我 独瞄如愿的爱的离散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放飘 我也不会奔放 保不了 最后谁也都苍老 卸下我 世界和星星交叉的城堡 诶 双十一活动 秒上商品 五折精选区 双十一当天买满588送定制礼品 零点前拍下并付款 前十名半价 哇 这么多活动啊